好,我们看一下这个12.2的这个练习,上个礼拜的只是讨论了part1,现在讨论part2 给第18题 sorry 第18题呢,这一题-100-96-92-...这是等差奇数 那它从哪一项呢,是正值 第几项开始是正值,跟第一项加到第几项是正值呢,是不同的 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是问的是像素AN大于0的时候 那另外一个呢,是SN大于0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公差其实是4,因为它是加4加4 然后,有些同学是用TN的,因为我们同考的是用AN 所以这个只是那个代号用的不同罢了,TN就是stand for term 第几个term,TN个term大于0 我们就有套公式就A加N减1乘D大于0 A是10,A是-100,N减1乘D是4 所以它4成进去的就得到4N减4 -100减4得到104,拉过去呢,就真的104 再除以4的话呢,就会得到 得到多少 得到28 26 sorry 26 因为它要大于26嘛 对不对 要大于0的话呢 就是 等 大于0 然后呢 大于N就要大于26 也就是说第26呢 它刚好是等于0 26是刚好等于0 所以呢,你要大于26的话呢 就要选27 所以它是第27项呢 就会是正值的 那第二个小题B的话呢 它是第一项加到第几项才是正 也就是SN大于0 SN的公式是N除以2 这呃,乘上这个2A加N减1乘D 2A是-100嘛 就变-200的 D是方式 然后 然后呢,展开之后呢 算出来的这个N来讲呢 你抽 你会发现到呢 最后是得到一个不等式N平方-51N 你抽N出来哦 然后N肯定是正值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N必须要大于51 大于51呢 我们就要选52 所以最后的答案呢 是第52项 也就是说第51项呢 好像是刚好是会等于0 那52项呢 才是正式的变成正值 OK 第19题呢 等差数列20啊 呃,19又5分之1 那你可以看到他应该是减了5分之4 所以减5分之4啊 就是他的公差-5分之4 或者你可以换成小数点的话呢 就-0.8 OK 那第一个-数项是第几项 也就是说跟我们刚才的一样呢 就是第几项是小于0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要讲哦 比如说AN小于0 那AN因为是A加N减1乘D 然后A这边放20 这边要小于0 那A20呢 拉过去就-20了 D是-0.8 拉过去除的话呢 注意你一除以负的值呢 你就要把那个符号给倒转 OK 那负负得正啊 0.20除以0.8等于25 过后呢 再把这个减1拉过去加1 所以得到26 N要大于26呢 我们就要选27 跟刚才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他第27项呢 才是正值 才是负值 刚才是正值 现在是负值 这是大总小于的一个做法 第二十题 等差数列10 加上9又5分之1 好像 跟刚才一样吧 哦他是第几项 哦不好意思啊 诶 等等啊 那个数目淹没一样吗 哦不同不同 所以很类似 但是刚才是20 跟这个19又5分之1 这个是10 然后呢19又9又5分之1 所以他的这个D是一样是负5分之4 然后D是一样负5分之4 但是他的A不同 这个A是10 他第几项是负值负负数项呢 你就用AN 啊 哦他是坐在这里 TN小于0 然后呢 套公司 呃 做做做做做做做 最后 我看一下你的答案是什么 最后他得到N要大于这个13.5 所以呢 他就选了第14项 啊 这个答案呢 就是第14项 这个第一项加到第几项 那才是负值呢 也是啊 用SN呢 SN小于0的情形 那首先他先套那个SN进来啊 啊 把那个值套进来了之后 才把它写成小于0啊 小于0 小于0 然后呢 再套套套套套套 呃 就找到了N是 N是多少 N是要大于26 所以就要选第27项了 对不对 啊 所以这里是第27项 呃 也是正确的 最后这个是第几项吗 对不对 加到第几项 然后呢 求此和 你还要再算呢 N套27的之后呢 再套回SN的那个公式 也就是说你要套S27 再算出来 最后的答案呢 是得到-5又-5分之54 啊 后面给答案呢 是-5分-5分之54 当然你换成这个小数点 变-10.8 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这个题目呢 是有分三个部分的 好 第二十一题呢 这题就比较特别一点 啊 他问呢 一个多多边形的内角 的度数乘等差数列 公差是6 最大的是135 啊 然后呢 他就问了有多少个边 当然如果你讲说A 哎 老师A我不知道是多少 哦 这个是D 然后呢 这个AN 然后N又不知道 那我变成了A跟N也都不知道 那就是比较难做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啊 你稍微的去twist一下哦 你把最大的那个 变成首相 16 135 啊 我把这个变成首相135的话呢 啊 A就会等于135 公差呢 就会变成倒扣的一个做法 所以就变成-6 啊 那这样子做的话呢 你就会比较容易啊 虽然我们不知道N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说 内角和我们有一个公式的啊 N减1乘180 所以也就是说 他的全部的这个奇数啊 就是全部加起来 会会等于N减2乘100吧 那SN的公式是N除以2 呃 乘上这个2A加上N减1乘D 那D是放-6 我们A是放135 然后呢 展开了之后 我会得到一个平方 哎 平方的公式 平方的公式呢 你在进行这个交叉层的因子分解 你就会得到N是等于6 或者N等于-20 我们知道他是2多边形 没有理由他的边数是负值的嘛 所以这个-20呢 就被reject 然后呢答案是6 ok 那如果你用的这个 呃 135作为 A N的话 我相信会比较难啊 而且要进行连立方程组 好 你才可以解得到 所以呢 在这边呢 你只需要把这个最大折换成A的话呢 啊 你就轻松一点了 ok 好 第二十二题 一个等差数列的第五项是3 首十项之和是26又四分之一 请问这个数列第几项是0 啊 第几项是0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A 呃 第五项其实是A加4D嘛 好 A加4D等于3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方程 另外一个呢 是首十项之和呢 就是S等于10除以2 然后呢 2A 2A加上9D咯 你可以直接放9D咯 呃 只是说在这一边呢 呃 会得到26又四分之一 然后 有A跟D 那你可以把这个E呢 啊 给套进来用代入法 当然你可以用加减消原法啦 我个人是觉得 啊 总之你就可以算出来D跟A是多少 ok so他在这边呢 应该算到了D 他的D是负四分之三 他在这边算到了A是6 所以最后呢 他套了第几项的是0 你就想说 OAN等于0 对吧 AN等于0呢 A是放6 呃 N减1乘DD 是这个负四分之三 最后再套进去呢 他算到了N是9 ok 所以中间呢 只是整理的部分 我就不讲了 啊 第二十三题 呃 一个等差奇数的首六项之和是 六十 九十六 那首六项之和就是S6的意思了 首十项之和是首二十项之和的三分之一 啊 这个就比较难搞 来 然后呢 求这个奇数的首项就是A还有第十项 我们先这样子看 呃 首六项之和就是S6等于96 第一 十项 首十项之和是首二十项之和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首二十项之和 会等于首十项之和乘三 所以我们就有三个S10 等于S20 ok 那我们先从S6这边下手S6的话呢就是6除以2等于3 2A 加上5D 对吧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3拉过去除 96除以3等于32 所以这个是你的第一个公式 我们再用这个S S10等于 A S10是多少 A S10是等于 S10是等于10除以25 2A加上9D 对啊 然后呢外面还要乘多一个3 过后呢这个20 S20的话呢就是20除以2得到10 2A加上19D 然后呢因为5可以跟10月减得到这个是得到2 好然后呢在3再乘进去2再乘进去 调整一下我们就得到2A是等于11D 因为2A等于11D 我们就可以把它拉过来2A加上5D这一边 我们就会得到16D等于32D 就会等于2 D等于2的时候呢我们再带回进来这个位置呢 2跟2月减的A就等于11 我们知道了A跟D啊 A跟D了之后呢 首相有了了11了 首相找到了S10的话呢就等于A加9D 所以我们A算11 我的D方2 然后呢算出来29呢就是你的A10了 可以啊 在第七题这一题 我们的这个第七题呢 5的2次方乘5的4次方乘5的6次方乘点点点点点 这一边左边我们要怎样 合在一起呢 这个左边因为它是同样的D 乘法的话呢指数相加 所以左边我换成5的多少次方呢 我可以换成2加4加6加点点点加到2N 右边的话呢它要怎样处理呢 右边呢它就有0.04 可以换成0.04是吧 0.04可以换成4% 你越减之后呢得到25分之1 对不对 然后呢25呢就刚好是5的-2之方 所以你-2乘-28就会得到56 也就是说呢这个2加4加6加加到这个2N呢它要等于56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这个2加4加6呢 当作是等差数列啊首相为2等差为2 然后呢N我们不晓得 56是等于N除以2加乘上这个2A是4加上N-1乘D D也是2 所以呢在展开了之后 我看它怎样展开22乘进去 然后呢2刚好又可以除以2 然后呢再加在一起 这个1就不写了 我们一般是1加N 然后呢再沉进去 沉进去 为什么又有这个2这个没有2 就变成了N加上N平方 然后呢再减去56 我们因此分解就会得到-8或者7 这个N值可以负值吗 因为没有理由这个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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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负值出现嘛 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N呢就基本上呢不可以是负值了 所以我们就拿这个7啊所以这个最终的答案呢是N等于7 好吧 好最后一提了 好最后一提了 如果等差数奇数的第9项等于第5项的两倍 所以A5A9等于A5乘以2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整理是什么东西呢我们A9呢可以把它换成A加8D 我们A5呢就换成A加4D 如果2乘进去的话呢就得到2A加8D 8D跟8D刚好可以去掉 so我们就会得到A是等于0 ok 然后呢S9 这个是首9项之和跟首5项之和的比 我们首9项之和 就会9除以2 对吗然后呢2A加上8D 下面呢就会得到5除以2 2A加上4D 那刚好因为A等于0的关系呢 这个2A呢你可以不用去理他 然后因为8D跟4D呢可以约掉这个D 也可以约掉这个8 剩下2 ok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2给约掉了 然后呢内向相乘为父母 内向就会是等于5乘1 外向相乘就9乘2等于18 所以呢最后你的答案呢就是5分之18 或者他因为他写比值哦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比值的话应该是用5分之18 如果他是问的是比的话呢你就要写成 18比5好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